老牌种族与全新六族展开超级混战 到底哪一方能取得胜利 那么首先 让我们欢迎全新六族闪亮登场 特别分别是 野蛮食肉的狼人族 巨大强硬的机器人族 敏捷狡诈的恶鬼族 剧毒耐酸的蛇族 迅速优雅的人马族 强横邪恶的四手族 每个都是能跟受人比肩的存在 而在坚挺的比赛中 就将跟人精受爱四族展开激战 当老牌四族或是全新六族 任何一方全部灭亡之时 净酸的种族便代表几方阵营获得胜 说人话就是 谁把队员全干掉谁就赢了 虽然看起来六打四 老牌四族不战优势 但是这些种族又不是必须联合 他们各自为战 拥着自己的野心与报复 所以窝里斗造成团业 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 后 究竟是老牌四族捍卫王位 还是全新六族称为孙乐 各位观众开始竞猜 展现出你对看好的一方 比赛现在开始 本场比赛地图十分的平坦 没有任何障碍 只要你跑得快 这块地就是你的 很明显 我们老牌四族跑得就是快 人精受三族一马当先见识分成 不会是我们一致看好的选手 主打的就是一个团结一致 共同发展 好的 精灵表示要宣战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那么 要遭殃的是 人类 啊这 亲兄弟偶尔也会吵架 对不对 小摸他罢了 让我们来看看 啊 新种族中 四手族也要宣战了 他的目标是 人类 人类又没了 这兽人挺身而出 精灵竟然对兄弟下手 今天我就要好好管教管教你 宣战精灵 矮月紧随其后 誓死跟随兽人脚步 精灵惨遭制裁 于此同时 全新六族这边也不安宁了 机器人将恶鬼族宣战 当然这个人口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这到底是谁打谁啊 由于误判了彼此之间的实力 二年机器人灭亡了 那这样的话 战斗就变成了四打五 老牌四族的胜率提升了 那好的胜率下降了 那现在还在打仗呢 也就执行人类和四肃族了 并且因为连年战争 他俩已经成为了全场最弱的存在 人类未来可期 不过既然有战争 那就有合作 蛇族与恶鬼族联合 组建恶鬼巨蛇联盟 简称鬼蛇联盟 这名字听起来真相反派 但架不住人家实力强啊 人口突破五百 世界最强 这马族特别想加入进去 但是被拒绝了 那表白失败 自尊心受挫的人马 勃然大怒 今天你对我爱大不理 明天我让你勾搬不起 他望向了北方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 老人族要宣战了 并且对象是 兽人 好小子 勇气可嘉 虽然兽人号称前期最强种族 虽然兽人上次一打五还获得的游戏胜利 虽然兽人不但精通小学数学 士兵更是号称精锐中的精锐 但狼人表示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狼人大军冲向兽人帝国 兽人平民奋起抗争 但是平民怎么打得过狼族精锐士兵呢 多好奇怪啊 兽族精锐呢 为啥没来迎战呢 什么 冤狼人早就在兽人北方建立了封城 开战后 兽人精锐被称到封城西野 完全没时间管狼人正规军 兽族因此损失惨重 还好我有矮人兄弟 什么 没想到兽人一世英明 竟然要毁在队友手里 但是还好 这点小伤根本无伤大雅 教我人类 什么 人类家和四手族 人马族组建了西部联盟 你这是投敌啊 我就知道人靠不入 但是没有关系 区区致命上 兽人 老牌联盟还剩两人 获胜几率又下降了 但一刻也没有为兽人而感到悲伤 接下来感到战场的是西部联盟 没错 这是人马族的手末 此时鬼蛇联盟刚刚打完兽人 军队还在赶回来的路上 故而国内必定防卫空虚 此时宣战定能出奇制胜 日马族代表联盟宣战鬼蛇联盟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当初拒绝我 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三族分工明确 日马族以速度组成 率军出入敌军大本营 蛇族首都被毁 损失惨重 四手族以力量组成 派兵在沿途设防 阻止鬼蛇联军回家支援 人族 完了 人类以未来可期组成 鬼蛇联盟打完兽人后 之所以不回家 原来是都来打人类了呀 本以为加入西部联盟可以保命 没想到最后自己被卖了 老牌四族再次见远 现在就只需要矮人了 考虑到矮人已经八年贵了 但是狼人要出手了 如果他学乃矮人的话 游戏便可以结束了 但是强者灰刀想更强 打八年败的矮人有什么意思 要打就打最强的 四三年 狼人学乃鬼蛇联盟 鬼蛇联盟常年战争 国内兵力早已损失殆尽 狼人大军直接杀入联盟 将其拦腰斩断 与此同时 西部联盟也在发力 鬼蛇联盟并逼要面包夹 这下真的有点紧疏了 自己失败是小 但如果让矮人趁机发育起来 反攻我们新种族 那事可就大案了 鬼蛇联盟是否与西部联盟弹劾 就在这时 那可不行 要是你们弹劾了 事情可就有点棘手了呀 矮人准备出动 作为八年败记录保持者 老牌种族的最后一员 爱人甚至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所以这一局他总是大义一事顺势而为 不论是跟着兽人讨伐精灵 还是跟着狼人讨伐兽人 他就是默默隐藏着自己 安心发展不问事实 所以他才能获得最宝贵的发展机会 一局现在科技慢级装备精灵 人口更是世界第一 数十年卧薪尝胆 只为今日一名惊人 选战归了老牌四族的荣耀 在各族的共同的地下 恶鬼族奄奄一息 蛇族彻底灭亡 而矮人则约成为了最强大的种族 接下来就把你们逐个击破吧 矮人寻战狼人 纵使狼人击飞了无数对手 但面对矮人 这却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要撑不住了 也看情况不妙 恶鬼族紧急加务西部联盟 联盟更名新种族联盟 口号新种族就应该团结 狼人有救了 狼人覆灭了 那目前只剩下两个势力 一方是老牌种族的最后希望 整齐八连败的矮人 一方是由四手族 人马族 恶鬼族 组建了新种族联盟 接下来这一战 既分胜负也决生死 那目前看起来新种族联盟战友 但矮人决定率先出击 哼呀 虚张生死罢了 矮人早就看出了对方的弱点 那就是兵力 虽然矮人八连贵 但小学数学还是会的 136加150加29 等于1145 小于391 终结八连败的记录 就在今天 那 那恭喜矮人 终结了八连败的记录 迎来了九连败 同时也让我们恭喜 新种族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为新种族 切胜利破